上週末川普說 美方接到的兩方來自於 兩通來自於中國大陸的高層 說希望能夠9月份 如期的重啟貿易談判 但對於這樣的說法呢 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是立刻說 什麼 電話 沒聽說過有這回事 所以這網路上一片盛傳 川普你難道接到的是詐騙電話嗎 還是你接到的鬼來電呢 怎麼會 真相注意很簡單就一個嘛 而且總統要接電話 這應該有些過程了 等下請到天頭哥 但是後來 這個禮拜的新發展就是 美國的財政部長 點名了 把人講出來了 說打電話的就是副總理劉鶴 所以老師 其實真相是只有一個的嘛 你認為怎麼樣去解讀他們的話 是比較合理的真相 川普常常愛說故事 所以我對他所講的東西 是不太信任 他常常被拆穿嘛 比如說在這個G7的時候 他就說 大家都覺得說 馬克宏邀請伊朗的外長參加 這個應該會讓川普很難怪 他說沒有沒有 我事前知道 馬克宏馬上打你 說你沒有告訴你 連每個月都不知道 對對對 所以你要聽川普 因為川普很喜歡自己編故事 然後這邊這個圖表裡頭我覺得 川普真的是對大陸不了解 副總理成績那麼低 副總理在大陸 就是說不是政治局常委 你就根本不是那個前七號 大陸跟美國不一樣 大陸其實是很內在監控的 所以你看他的各個首都的 這個黨的書記 加上這些邊疆的這些制製 都在政治局裡頭 可是大陸的 這個像譬如說 外交部長 商務部長 在美國來講還滿重要的 在大陸連政治局都進不去 你看 大陸 美國的國務卿是第三號人物 大陸的外交部長 大概28號 30號人物 這完全不同 所以他講一個副總理 級別那麼低 他真的沒有搞清楚大陸 所以我認為今天財長也是幫他在圓黃 因為川普常常講話 他的幕僚就講錯話 他幕僚就要開始幫他圓黃 會不會說是劉鶴本來就有個 例行性一個電話的一個往來 但是川普就把他解讀成是 對方的高層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一方面 想要跟我們做和談 他自己會 我覺得他有常常會 自己編故事的這個情形 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個能力 所以川普比較不太一樣 他不需要託謀 他為自己有夢的故事內容 來 請他聽說哥 你跟在以前老蔣總統身邊 總統都怎麼接電話 總統電話一定搞清楚是誰 為什麼 哪些人 像我們來講 我在內衛的時候負責就是說 基本上我是有個名單 哪些人的車子是可以直接進去的 可是並不代表你可以不經過檢查 或者是要求 那同樣的哪些人的理是可以收的 可是我收禮了以後 收了禮以後 不代表我可以不請示 就往裡面送 我還是要經過請示 那這個用這樣的規矩 一套的方程來講 就是說回應再接電話 誰哪些人的電話 是可以打給總統的 那打給總統 有經過總統的程序 要經過誰確認 確認完了以後 通知示威官的誰 所以不管有接或沒接 總統都知道有這種電話 對不對 不見得 不見得嗎 有些人 有些人是根本不夠格的 他打來的時候 他在辦公室主任階層就給你退掉了 有些是跟總統 他辦公室主任不見得曉得 這個人跟總統的關係 所以要去問到 示威 示威的某某人 他是專門負責這方面 這個人是可以 OK 就像我第一次見到那個蔣孝 蔣偉國的兒子 他不容易跑來 就在我們那個 那個幾位旁邊的 那個牆邊坐下 結果馬上通報我 我說慢點不要動 我去我說 小弟你是什麼事 他說我爸叫我來這裡 我說可不可以請問你爸 他說蔣偉國 我說好 那你等一下 等你夫妻來的 你們再一道情趣 就像這種突發狀況的時候 你還是要有一層 所以他根本不是川 劉鶴有天大的膽子敢給川普直接打電話 他可能是準備跟這個財政部長通話 然後把他貼在川普的臉上當金來賭 OK 所以劉鶴他通話對象可能是 是美國的貿易官員 而這樣的對話可能是他們本來都之前建立的 溝通管道例行性的 就被川普講說他們兩個電話要來和談 好大概就清楚大概就這麼回事了 那貿易戰什麼時候解呢 我把圖表給大家看 823到829這段時間的發展 確實雙方都加徵關稅了 本來川普比較擔憂的是加了大陸的這些商品之後 他最care的就是感恩節或者是聖誕節的shopping season 那對美國人來講這個可能非常難以承受 那對於大陸方面能不能夠承受呢 我們點出一個是前香港的中文大學的校長 他特別說其實對於美國出口的所有的產品加總的話 占大陸經濟成長率的貢獻度是3.4個百分點 如果貿易戰打到最壞的狀況 大陸可能GDP會下跌2.4個百分點 他認為這樣是可以承受的 反而是近期的美國面對到了消費季節的時候呢 川普是比較難以承受的 委員你怎麼看這事 不應該你也不能說中國可以承受是什麼意思 這政治上中國可以承受 那兩國經濟事實上都會有一定的傷害 這位校長他認為說就 就劉尊英 他就經濟層面來講的話 拉長時間到10年期他擴大內需 是可以補掉一些這樣的一個下跌的 事實上最近中國國務院也公佈了 20條要提振內需消費啦 他當然也看到這個問題了啦 就說他可能要鼓勵 比如說那個本來買車有一些限制嘛 那當然要放寬限制 那或者是要鼓勵發展社區啦 跟電子商務啦 等等啦 反正有20條要發展那個內需市場的部分 這個中國當然有很大的空間啦 可是這裡面就是說 你美國的那個關稅那個訂單失去是立即發生的 所以你這個時間要補 這還是有時間落差啦 那那個落差就是就會有一定的衝擊嘛 比如說有一些出口的企業可能會倒閉 那倒閉那些人要立刻找工作 總是會有一段經濟的摩擦期嘛 可是你拉中期來看 長期來看當然不是問題啦 所以他講的應該是說 就中期長期來看問題不大 這我也同意啦 可是短期你還是會有一些人失業啦 你覺得在美國方面 他們也自己短期面臨到那些壓力 美國主要是因為選舉啦 包括吸腿是沒 如果是急迫性的話 現在並沒有發生啊 你現在講的是關稅嘛 我們現在只講那個進出口的部分 是 還沒有講到科技戰啦 因為科技戰中國大陸要出什麼招 事實上現在還沒出現啦 然後那個不可靠撕筆 資歷現在也沒公佈啊 對不對 那吸土要不要動用也還不知道啊 其實在網路上 或是在輿論界很多不同的觀點 到底北京要談的對象是跟川普談嗎 因為剛剛我也提到選舉 選舉過後之後還會是川普嗎 我跟你講川普最近還講了一段話 他最近突然之間又說 我家的中國的官司也可以全部取消啊 然後人家就說你是在幹嘛啊 幹嘛就拉股票啊 他說反付就是我的本質啊 對 他公開這樣講 他覺得他做都有效 他說這個就是我的談判手法 他說都有效 我記好在G7的時候講這段話 我昨天回來 前天在上海看到一個特殊現象 Costco開張4萬亩地 一天所有的東西賣光了 LFV的包包十幾個限量訂的全光了 都賣光了 愛買愛馬斯也 都賣光了 他一個Costco他已經規劃六年了 他四年以後要成立第二個 所以在那裡面他們就講了 其實中美之間的貿易 美國對大陸的投資 在上半年增加了一個億多 不是像他講的 川普真的是睜眼說瞎話 川普是睜眼說瞎話嗎 我給大家列了一些 川普身邊的人怎麼看川普 有川普集團的前建築師說 那個女性 對川普當了總統 就我觀察 他的談判模式都沒有變 他的談判能力就是 吼人威脅 毫無幽默感 也沒有敏感度 只會一直逼迫逼迫逼迫 那幫忙川普寫自傳的這個作者 他認為川普他對於雙贏 Win-Win situation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他只想著我贏 這世界上很多想要跟他合作的人 一個時期一個合作的對象 川普不懂得去交換 當對方不願意支持的時候 會有不同看法 川普就認為我被冒犯了 我會生氣 所以就川普的個性 我給大家再看一個 華爾街日報的一個解讀說 貿易戰為什麼會很多輿論會認為說 北京方面接下來想要談的 不一定是川普 因為現在大陸似乎有越來越多人認為 川普不是一個值得信賴 去談的對手 而且有充分力有跟他耗下去 中國目前看起來是有本錢的 那接下來大陸發明會亮出 更多的武器打貿易戰 表面上看起來 他對美國的巨額貿易順差 會讓他受傷更嚴重 但基本上他能夠撐得下去 目前看來也沒有崩盤的趨勢 所以老師你看 其實北京心裡面講 選舉過後不一定是跟川普團 拖下去反而是好 因為現在在美國政界所常常提到的 就是說川普講說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說讓美國再度偉大 好像我們過去在台灣也常常提到說 美國人最在乎的是美國的利益 不是台灣的利益 大家都認為說川普根本不在乎美國利益 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 那這種認知慢慢在美國出現以後 就發現他所謂的愛國 不是愛愛美國 他是愛他自己嘛 你看他居然在G7會講出這麼奇怪的話 就是說明年的G7到佛羅里達 我的莊園來舉行 怪怪的 那肥這個自肥的狀況 他一點都不覺得很奇怪 然後你看他的司法部長 竟然在華府辦Party 要在川普的這個Tower來辦 川普的這個 那他也覺得說 這是我可能 我討好川普的一個方式 包括他的兒子 在別的地方舉辦活動 也用川普的 就是大家都不認為 然後川普還認為說 憲法裡頭說那種自肥的這個狀況 他說你們有聽過這個英文字嗎 Emmonument 他說沒有聽過吧 他說有這個怪字 他說不要理他 所以說他做總統 不是在為了美國利益 而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我知道在美國 所以我相信大陸大概也看透了 就是說我跟他談沒有什麼意義 雖然跟他談可能還容易一點 未來如果是民主黨上台更麻煩 但是至少有這個預測 可預測性比較好嗎 據了解有一派說法是 在美國的國務院 或是美國的官僚體系當中的事務官 他們是美國最主要的基因份子的集合 其實心裡頭是很看不起川普的 我覺得說都是非常辛苦 就是一下他講錯一句話 他們要開始要怎麼幫他圓回來 所以是很辛苦 他最近有一個最年輕的秘書 跟他最久的離開了 也是因為他好像對川普的家庭成員有一點維持 本來這個場合我們就說 就是說記者說不要引用的 就大概不要被誰引用了 他就被fire了 所以我覺得川普就是很照顧自己的家庭 他們常常講說他家庭兩個兒子也不怎麼樣 然後一個女兒每天在這邊外面光鮮亮麗 你自以為自己是公主 另外一個就好像覺得是被忽視的一個 沒有什麼正常的人在他家裡頭 所以我覺得這個家庭 慢慢美國人我自己感覺上是有一點覺醒 就是說這麼重要的一個國家交在他的手中 被他完成這個樣子 在國際之間沒什麼公信力 到了G7被人家邊緣化 然後說他不去參加他們的討論 氣候變遷的 他說因為我跟梅克爾單獨有談 你要說對不起 梅克爾在那個氣候變遷的現場 很糗耶 對 他講什麼都被人家拆穿了 對 都被拆穿 就是他這個人也很奇怪 你要邊謊也邊得高明一點 他非常不高明 我們等一下回來給大家看一下 G7當時很多氣氛的微妙 馬上回來